想要變漂亮嗎 想要變得跟我一樣有魅力嗎 想要身材再更有自信一點嗎 想要擺脫你的蝴蝶袖跟大象腿嗎 我不想要再腰痛了 腰痠被痛 快點加入我們一起運動吧 最近健身的風氣實在是太旺盛了 身邊就會有那種朋友一直在安利你說 他健身以後身體變得多好 所有病都治好了 而且我覺得人過了一個歲數之後 真的是怕胖怕醜 就更怕死欸 好像說就是你不健身然後腳就會萎縮在 也就只能在地上爬 現在真的怕 所以你就真的給他加入會員了 對 我就加入了 所以我今天就想要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加入之後三個月的一個所見所聞 我第一次進去健身房的時候發現一件事情 什麼事 白天人還真的很多欸 我也以為白天人比較少欸 對啊 我想說白天不是應該只有我一個閒人而已嗎 大家都Youtuber OK 現在大家都Youtuber 然後白天都不用不用擴張了 大家財富自由 OK 很好 沒有關係的 而且我跟你講我發現白天就是阿姨特工隊 他們會拿兩個吹風機 你有什麼造劇喔 一邊 一邊 滑手機 你終於一次拿兩個吹風機 對 有沒有比較快 最誇張一次看過兩手的四個 四個吹風機 四個這樣 還要小心不要比中指 你們到底多忙 我是覺得白天你可能見的人群可能多樣性比較少 因為我就是一個社畜 所以我就只能就是下班之後才能去運動 我跟你講真的是很辛苦 怎麼說 首先你要先進去以後搶得到機台 其實分成幾類的人 第一種就是看泡阿蝦的媽媽 社區媽媽 還在 白天不是 已經去了嗎 早上聊完天 早上下午 晚上真的要來運動 那他可能就用跑步機 那速度可能只有用四或五 慢的 就慢到就是你 用那個慢你跑還會拐到腳 這種慢 OK 就是平常走路的這種速度 跑兩小時也不會累 因為他太慢了 慢慢不累他不會讓 OK OK 所以基本上你繼續一看一排的地方媽媽 放棄 直接放棄這個再去運 下一個 那怎麼辦 這是要搶一些手部或腳的嗎 腳肌肉很重要 因為你老的時候最重要就是從馬桶上面要怎麼站起來 對不對 是不是我家人都跟你這樣講 對 到底有多麼在意這個馬桶事情 有時候你就想說那我要練腿 練腿的全部被網美搶走 那個屁股跟那個大腿的 最近一直流行一個叫做蜜桃臀的東西 我說你們耳波耳 一定要把食物跟那個屁股連在一起 是怎麼回事 因為就是感覺比較juicy啊 對那所有的腿東西都被網美給佔據了 對那網美很重要他們又要打卡 然後他們就是可能就滑手機 滑手機又站很久 好不容易換你的時候 你進一身去 他用最輕那一格 超輕 不到五公斤 放下會受傷那種欸 網美沒力氣啊 你要尊重每個人力氣不一樣啊 還有另外一個我想說那好嘛 那不然我深蹲 對那通常就深蹲的時候 你就想說 欸網美也在深蹲 不然我看一下他怎麼練他蜜桃臀 我那天我真的看我差點沒有吐死 示範示範 通常我們深蹲就這樣對不對 我沒有很標準 大家不要學我 就是基本上我就想說 大部分就這樣蹲蹲到 就看你可以多地這樣蹲對不對 對 來囉網美示範看好 如果你是網美你要怎麼蹲 他就這樣子拿了一個最輕的 大概兩公斤而已 然後這樣 他真的幅度我沒開玩笑 他真的只有這樣子 可以把啞鈴還給我嗎 那所以就是 臀部的跟頭部肌都已經被站走了 對 只能練手了 只能練手了嘛對不對 那手的話基本上你可能就是 那種拉的 對拉的就是線 這種 我跟你講拉線區全部都是句句 怎麼是句句 我覺得 你今天講話很多聽起來都很歪耶 不是 句句就是很壯的人啊 拉線區他就是一條線 練二頭肌 練二頭肌 三頭肌 他幾頭N頭肌 OK 然後所有小肌群不知道是來的 就是一些小導火家 都要練起來 我覺得就是句句讓我最不舒服的事情 就是他們會練習的時候 會不斷就是斜眼 一直看他們的肌肉 就是瞄那個鏡子就是看 請問多好看 而且你的肌肉並不會拉三下之後就長大OK 這其實是要確定他的肌肉有沒有用對 你確定嗎 對 因為他們要看說就是他們的胸肌就是有沒有用對 這樣子就這樣拉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沒有用力之類的 但後來脖子會越來越差 為什麼 因為要看 看不到就這樣子 這句句的脖子都很差 你還不是叫句句 而且他們就是邊看自己的肌肉之外 然後他們還會就是發出一些小細音 你剛剛不是這樣子的 我剛剛很像 你剛剛這樣 在那種 這種聲音 我不行 我禁止你們再發出這件氣音了 很氣 就很怪啊 你就走進去那區 你就覺得說我是不是讓你們就是自己運動就好 不要在這邊運動了 所以就是你竟沒有跑步到 然後也沒有練到腳 手也被搶走了 對 那你怎麼辦 我就是看哪裡有不要機器我就去那邊運 就打掃 幫忙擦一下 酒清噴一下 還要吃嗎 阿姨收一下 而且我覺得那些行銷可能做得很好 就是你會以為你可以做到那樣的動作 但其實你做起來動作跟你想像中差很多 譬如說有一個東西叫戰神 你知道嗎 有嗎 紅那個兩個身是這樣 就是我同事甩都很帥 嗯 可我怎麼甩都這樣無容不死 可能是因為頭髮吧 好我覺得我們就先不要再聊說 大家怎麼樣以防我們又被攻擊 好接下來我想要問你 因為就是你畢竟有去上教練課 對 就是在這邊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上教練課的心得 好我想要聽 那我想要問你第一件事情 就我到底要選男的教練還是女的教練 我現在終於知道為什麼 健身教練都要就是長得男的帥女的美 為什麼 因為就是真的肢體接觸會非常的多 所以就是如果說長得帥 就是你如果是喜歡帥哥的話 真的這方面會增加你一些動力 那你當初是不是抱持著就是可能可以吃別人豆腐的心態 沒有 我當初就是他assign給我 就是他派給我什麼教練我就接受了 所以你不能選 我就沒有選 就是覺得教練講話感覺蠻誠懇的 我覺得這樣溝通上是ok的 但我越來越發現說 因為真的肢體接觸很多 或是他會說你現在看我屁股 你看我屁股 你現在看我腰 你看我屁股 就是我為什麼要看你的屁股 我到底要這麼看 我們到底為什麼要看你的屁股 就是教練OK 我現在已經平靜靜切了請不要再這樣子了 後來有想說找女生教練好像這方面就會比較不尷尬一點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因為女生每個月都會有生理期 男性教練怎麼述說就生理期的痛苦 他們其實根本就 老師我們去第一天 好那我們贊神 到底是 所以就是假設找女性教練話 說不定我想他應該可以 就是了解這個課程 就將心比心的幫你客製化 就是你需要的課程 對 所以我覺得各有優缺點啦 那我想要問就是有沒有教練 可能會一直激勵你 或是一些口頭貪 是你比較討厭的 我覺得我的教練不是屬於那種魔鬼教練 因為有些人會喜歡魔鬼教練 就那種打罵式的 快點加油 用力 我的教練不是走這個 但他有時候會讓我不知所措 因為他有時候講話是屬於那種 比較溫和然後會鼓勵的類型 很好啊 就是說好我們現在拉這個 用力 用力拉 好想像你的吹右門 用力吹右門 然後做到第四組的時候 我才跟他說 教練我不會騎機車 那你怎麼知道油門怎麼吹 我不懂 我不懂 為什麼你叫我吹油門 我不懂 我想知道哪裡有油門 可是這個機材有油門嗎 我要怎麼吹 所以這教練會給你一些想像是 你沒有辦法 對教練可能要大概去了解一下 不是每個人的生活都跟他過一樣 那如果教練去就是調整你的姿勢 比如說不要頭貝也會生氣嗎 會我跟你講這也是每個教練一定會跟大家講 他每次說好不要頭貝 收下巴收下巴 對收下巴 不要頭貝 圓貝了又圓貝了 不是圓貝 就是貝會這樣圓圓的 就是貝會這樣圓圓的 有 所有的賤友一定都了解我現在講 賤友又是什麼又變成你的朋友了 但是 三個月來我真心想跟我教練說一句話 說什麼 每個人生下來都是駝背的 Default就是駝背OK 怎麼可能不駝背 怎麼每個人現在是這樣 每個人生下來就是這樣 只有維多利亞的天使才有翅膀 他有翅膀OK 他當然可以這樣走 我覺得不是天使 我覺得你講得太對了耶 對啊 他們哪裡可以這樣走 我覺得我們到底怎麼可能睡下來就不妥備 對啊 不要再叫我就是這樣 我覺得健身課真的太累了 對我覺得大家真的要認真思考一下 這件事情真的蠻有趣的 好啦但是我覺得其實健身課其實也是蠻會的 對 所以我覺得要我的話我還是會就是 妳是不是整個跟我馬上拿出來 沒有我還是希望就是上過健身課 然後可以教我怎麼做就好了 好啦真的大家要認真小心 好那希望就是你們就是健身要就是注意安全 然後遇到一些奇怪事也分享給我們 因為我們有時候健身的時候也是滿肚子氣 如果剛剛就是覺得我們講錯了 各位就是網美 跟聚聚 對聚聚歡迎留言 好祝福你們就是 運鬥愉快囉 就這樣囉 掰噗 一起變漂亮 想要成為有水桶腰跟大象腿以外的人嗎 你也講得太慢了吧 想要擺脫你的蝴蝶秀跟大象腿嗎 不要再折了 這個是腰真的是 這個 是肩膀對不起 再次再次 可惡 想要變漂亮嗎 想要變得跟我一樣有魅力嗎 想要自信再更 感覺我一直講錯 可惡可惡 我每次就是覺得我想像中甩起來是這樣 但實際上都是這樣 實際上都是這樣 這樣在動 你又不是吃到飽不吃 我一起吃到飽不吃 我一起吃到飽不吃 為什麼 我會剪片喔 OKOK好 我會剪腳本 OK 有我現在也比較不妥備 你有比較不妥備嗎 因為剛剛我後面有翅膀 沒有翅膀 長出來 長出來 謝謝